哈喽 大家好 前几天我们这里下了几天的大雨 然后 这个老乡家的鱼塘 前几天涨水了 这水都已经涨到这个路面上来了 听这个老乡说 他在鱼塘里面跑了很多鱼 到下游那里去 在这个鱼塘下面那里 我看到有一个小水坑 那里估计就会有鱼 我带了一个网头 还有一个桶过去 等会把那里的水弄干 下去抓鱼 在这个水锅里面可以看到 这里还有好几条这种鱼死掉了 然后这个位置也有 那边有几条更大的鱼啊 这水就是从上面那个鱼塘里面流下来的 然后一直远着这个水沟 流到这里一个小水坑里面 然后在这个小水坑里面 我也看到有死鱼啊 刚刚也就是看到这边 水沟里面 水坑里面有死鱼 估计啊 在这个水沟里面也有活的 因为这个水灯特别的大 刚刚准备下去 弄这个水的时候啊 发现这里有洞机特别大 先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鱼在里面啊 不知道这鱼有多大 啊 下面是一个太多了 这水不是很深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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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有 啊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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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动了一下 那个死鱼 弄水 弄水 把这个水弄掉一下 不仅如此 它就在这个水里里面 就像这样 啊 我也会不想像这样 然后我就会用这个水 把水鱼 这个水 把水鱼 就像那个水 把水鱼 好 碎 瓦 没接受 在这边 它就像这个水鱼 就像这样 然后说吧 就像这样 这边 这个水一样 一样 再来 把水鱼 拿出来 拿进去鱼 这个水鱼 这个水 把水鱼 就像这样 这边 用这个水鱼 水 哇,这里面真的很多椅 现在水差不多了 赶紧抓椅 这椅还蛮大的 装点水下 一装就装到一条 鲤鲤 还蛮大的这条 你看 这里还有一条什么椅 这个好活啊 你看这个椅 超级的活 好像是罗飞椅 这么大的 继续装 还有好多 哇 又一条 又是一条小鲤鱼 太活了 这个水 上鱼还会流下来 越来越多 一桌大跳 这个鱼 鲤鱼长的 像那个草鱼一样 怎么这样子的 又一条又一条 哇,太活了 又是罗飞椅 又一条 又一条小的 小鲤鱼 好活一点 这里 再摆上 它抓了 又是小鲤鱼 没有啊 又帮你一条小鲤鱼 太过瘾了 这条啦 你装得很久吧 估计是没有了 不知道他往那里有没有 没有了 确实没有了 看一下今天在这边的收获 这鱼特别的活 几条小鲸鱼 然后还有几条鲤鱼 还有几种这种罗飞鱼 这种罗飞鱼在我们这边 已经泛滥成栽了 我们这里以前我们小时候 是没有这种罗飞鱼的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这种罗飞鱼在我们这边 就已经泛滥了 不知道从哪里引进过来的 这种鱼又不好吃 但是其实特别的多 在这边抓鱼真的是非常过瘾 现在把这里面装点水 回去了 这段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